有劳你专程送来一趟 香柳伸出手 一面令牌被交到他手中 令牌通体黑色 正面缠绕着一条蛇 鬼方寻急切道 鬼方是一直游离于大荒之外 从不关心他们的争夺 组长这次铁了新药入局 实在欠妥 香柳不假思索 谁已被搅浑 独善其身又能坚持多久 世人畏惧鬼方是 无非因为琢磨不透 一旦天下格局有变 几方势力定会想办法 把我们拖拽出来 与其被迫加入 不如早早站队 组长的话 我会回去传达 这次的比赛 我们依旧隐藏实力 只带了三个后生来 组长希望我们打到第几轮 鬼方寻请示道 香柳想了想场上的布局 沉吟了一下 第三天就可以收手 不必等结果 回去之后等我消息 鬼方寻又行一礼 戴好面具回到赛场 香柳和他背道而驰 独自往岸边走去 人声鼎沸渐远 香柳用指腹 抹扎着令牌表面的纹路 越走越快 身后那道他早已察觉的身影 竟也飞速跟上来 衣摆婆娑 毫不隐藏自己的脚步声 岸边的草仁绿着 风已有些凉了 香柳坐下 等脚步声来到身边 他拍拍旁边的位置 头也不回开口道 走这么快累不累 坐一会吧 来人约莫四十岁 吊烧眼落腮胡 七尺身材偏穿绸缎 满身不和谐 听到这话 嘿嘿一笑俯身坐下 你怎么知道是我 念容能改 走路习惯却没变 你总这样前倾着身子 跑这么快容易摔倒 香柳侧头看来人的脸 你这样子 能与蜘蛛妖怪比美 小妖顶着这张脸 无论做什么表情 都显得猥琐 她站开一个笑容 你怎么认识鬼方式的人 下次不要躲这么近偷听 香柳先叮嘱了一句 才解释道 我是鬼方式现任的组长 不过大小事物都是寻在处理 小妖变幻的中年男人 顿时瞪成了大小眼 显得非常滑稽 你说你是鬼方式组长 少年的手毫不客气地 推开凑近的脸 是 但故事有些长 你要细究 就随我入海 边走边听 我还有事要做 跟香柳进入海底之前 小妖一直以为海底无声 阳光很难直射海中 水越深光线越暗 然而水母曼妙 发出柔和的光亮 光在海里是破碎的 伴随着摇晃的海草 展示这个奇妙的世界 海无止境 浪都在通向你 我的母亲是 鬼方式前任组长的长女 生得异常美丽 很不幸 她在出游时 被妖怪侵犯 生下了我 香柳的声音没有波澜 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小妖入水 已变回自己的样子 此时静静坐在海背中 听着香柳遥远的身世 她看到自己生出的是一个蛋 当即明白 抢卤她的是什么东西 在族人找到她之前 她就把蛋投掷入海 她 她疯了 香柳尽力 压抑着自己情绪上的波动 我不怪她 小妖站起来 把香柳拥进怀里 别说了 少年的身材较之从前 高大了很多 只能勉勉强强被小妖抱住 但她僵硬地站着 拒绝停止 让她难以呼吸的陈述 让我说完 香柳尝试继续表达 雨婿已经没有之前那样有条理 她被接回去 不吃不睡 即使有灵力强大的人为她续命 四个月后 她就死了 死之前 恢复神志抓着族长的手 说了 让去海边接我回来 他们找到你了吗 小妖轻轻顺着她的后背 香柳冷笑一声 他们未曾来找过我 我是鬼方式的耻辱 跟我的母亲一样 他们隐瞒了这件事 对外只说 我母亲突发急症 上一世 我为赚钱去杀鬼方式的人 让他们瞧见了我的脸 他们为保命 才与我相认 想起她前世总是戴着面具 从不给人看到 九命香柳的真容 原来并不是不让别人 看到香柳的样子 而是不愿让别人看到 她与鬼方式相似的面容 这一次呢 小妖问 你去找他们了 像柳点点头 我不在清水镇的时候 做了一些事 包括这件 鬼方式前任族长 欲杰而死之后 士族的整体实力 已经大不如前 为了保存他们四大世家的位置 他们接纳了我 我与他们为伍 也与情感无关 我对母亲一点印象也没有 她的声音越说越小 小妖能明白她复杂的心情 对于这个可怜又无情的母亲 你是为了我说的 要一桶大荒的事 这一世才又去寻了他们吗 小妖问 她不希望香柳为她做到如此 她的举动震撼了她 也为我自己 香柳没有否认 也没有硬下来 只说 这个身世 还是有些好处的 确实 小妖一手抚上她的脸 最起码你继承了相当好看的皮像 我观察到阿念第一次看你的时候 都停滞了几秒 然后她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我也是 香柳的身形软了软 介事靠近她怀里 半眯了眼睛 这段身世讲述起来并不长 却像抽干了她的力气 耳边传来她的呼吸 小妖接着说 所以上一世 你为什么带领鬼方式 毫无理由地支持枪炫 香柳不想让小妖继续追问下去 很多事不需要她知道 于是她挺起胸膛反客为主 抓住面前的女孩 在怀里把她掉了个面 从背后抱住她 下巴搁在她肩膀上闷闷地说 别问了 我有点累 心头一软 小妖觉得自己的追问有些过分 停了话头 安心窝在她怀里 一起看海底景色 有闪烁的鱼丛旁游过 瑰丽又奇怪 无论看多少次 小妖都会被海底迷住 她们又行了半个时辰 海背才缓缓浮出海面 香柳嘱咐小妖 先换成文小六的样子 上岸 竟是清水镇附近 你刚刚说的 有重要事要做 就是这件事 小妖看着面前热热闹闹的景象 一时不知如何反应 今日是串子和桑田的喜日子 回春堂已经装饰的花团紧簇 老沐穿上了绸缎 脑袋上插的却还是木钗子 他正在门口张望接亲的队伍 猛然看到两人惊喜地跑过来 面上的高兴还没收敛 手上就给小六的脑袋来了一下 你还知道回来 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肯定得到啊 小六捂着脑袋 就泼下驴 哼 空着手来 老沐一脸识破的表情 香柳已经拿出鹤里 包装得十分精美 老沐连声道谢接过来 更是对小六眼不是眼 鼻子不是鼻子 十分嫌弃 看看人家 嘿 小六不乐意了 你这是贤贫爱富 街上的喧哗 打断了他们的贫嘴 串子出息了 骑马接亲回来 看到香柳和六哥也在 跟老沐一起笑盈盈地看他 他眼圈都红了 六哥 我都想死你了 他喊 就要下马 小六忙摆手阻止他 一行人一起进了门 直到他们坐着 看串子和桑田跪下 给他们敬茶 这一切 都还像梦一样 香柳拍拍他的手 从袖子下面 给他塞了个东西 回神了 等着你给红包呢 小六张开手 里面是一封厚厚的红包 他郑重地放在两人交叠的手中 嘴里叮嘱道 好好好 赶紧起来 以后多生孩子 在他说很多不像话的东西之前 香柳让新人起身 继续后面的流程 你一直还在照顾他们 小六磨磨眼泪 你这个妖怪 真有人情味 我说了会待在这 半年之后去西岩接你 自然要看顾他们一二的 香柳给他擦脸 一点不顾周围人探究的目光 我不是说这个 小六眼泪止不住 我说以前 你偷偷照顾了他们一辈子 你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 你是宝柱 我的好柱子啊 不正常的红韵 出现在项柳脸上 这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后来见到桑田了 她老的都快看不清了 跟我说的这个 你真好 你怎么这么好 小妖扯她的袖子擦脸 我比你活得久 我知道的可多了 好 你最厉害 别哭了 今天是好日子 香柳安慰道 对了 你为什么给自己起名字 叫宝珠啊 小妖抽抽搭搭地问 闭嘴 哦 哦 哦 啊 感谢观看